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档案清查作业需要以档案清查清单逐案检查 如果看到金属物要小心去除 因为金属物日后的锈时对档案伤害是很大的 纸张皱褶的部分则需要理平 如果纸张过大 应以固定方式折叠整齐平整 A3大小纸张除折成于A4纸张等框外 需在向外翻折露出叶数 不同大小纸张有不同折法 原则是折完后大小需相同 不得因装定而无法摊开 且需漏出叶码 这样日后在剪掉档案时 才能清楚地了解档案内容 另外如果纸张过小 应使用无双口红浆 以A4纸张乘贴 如果装定线在左边 要乘贴于右下角 如果装定线于右边 则要乘贴于左下角 纸张轻微破损者 请选取适当方式自行修复 例如公文周围破损 得整齐裁切无字及补本 清查时 如果发现电子媒体 需要另外抽出 转交档案人员 于电子档案上 注明公文文号 档号 及相关管理资讯后 存放预防抄想 每件公文 皆需一千笔编写页码 第一页需编写页码总续 最后一页 则需在页码旁编写停止 致致印子 清查完成后 将以上工分为原则 进行分併卷作业 多的部分并入下一卷 接着一目次表 以6B链笔填写卷字号及目次号 最后的档案装订 必须在首页放置目次表 并加装封面 封底 以保护档案 将给侧左 右 底 三面对齐 以绵绵运用三颜坠定法装订 以结实整齐为原则 不得掉页 倒页 压制 损害档案 或妨害愿多 装订完成后 放入档案盒 永久档案则需至于五酸档案盒 最后就上架完成啰 透过以上的工作实录 我们有对档案清查作业有多一点了解了呢 档案清查的最终目的 是要方便日后的检掉及应用 如果大家有需要 欢迎到本所承办档案应用相关服务 将有专业人员为您服务哦